各位好朋友大家好 我是老成都名厨 今天跟大家分享一道家常美食 油门 胶背 这道美食的主要贴点 肉片 画能 胶背 喧香 入味 现在我就给各位好朋友 具体分享这道美食的制作过程 希望大家能喜欢 首先在我们自家阳台上 这一点 我们今年春节下的种 可以说一年十几都可以拆着的操垫胶 用斜刀把它切成马耳朵 现在我们把处理好的胶背 采用滚刀的方法 把它切成大小均匀的快转 近期是吃胶背的最佳季节 胶背可以说是三高管载的复印 它可以降血糖 降血压 血脂 上了年级的朋友可以经常使用 效果会非常的好 今天我给各位好朋友介绍的这种制作方法 非常的简单为美 另外再切点落袋的大葱 今天仍然选了拖非常冷的粒脂肉 把它切成大小均匀的薄片 切好后我们装入碗中 首先给入适量的料酒 稍叙的适业 再给一点复胶和稍叙的豆粉 最后给入一点微积萱 蒸饰提味 把它们充分的调异 现在我们开始制作 热锅给入少许的植物油 下入我们盖好道的胶背 炒打开两分钟左右 炒好后我们揣起装入盘中 现在锅中给入一坨猪油 猪油划开后下入腌制好的肉片 使用中小货快速的划算 再下入超天胶和超制锅的胶背 简单翻炒后 我们给入少许的食盐 或稍稍多一点的蚝油 再给入适量的生抽 炒打开一分钟左右 给入适量的清水 倒入大葱节 盖上锅盖门 打开三分钟左右 现在砖打货快速的收干汤汁 七锅前勾入一点点的味精 翻炒均匀后 关货七锅 各位好朋友 一道色香味俱佳 超级下饭的美食 油门胶背制作完成 好了 本期视频到此为止 谢谢各位好朋友的耐心收看 请记得关注点赞分享收藏 咱们下个视频见